号列现役会明镇小组31号来到寿丰乡万荣乡进行文件站与月桃村跳舞广场土地博用的问题 明镇小组到场场刊后也请县府地震处能够加速办理土地变更的事宜 让月梅村部落族人能够在今年的丰年季使用场地 为了关心偏远地区部落族人的需求 由31号上午名镇小组总招赖国祥县议员简志龙、徐子芳 特地来到寿丰乡万荣乡来进行文件站的业务考察 那我们在想说有没有办法在今年呢 把这一块土地整平 不用就可以马上整平吗 只要不用完成它的管理机关就会变更为寿丰乡所 所以寿丰乡所就可以去做整平的工作 可是现在因为它现在目前还是国产署 可能要经过国产署统一再次会让我们去做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总招赖国祥表示 月梅部落的聚会所已经争取七年的时间 目前正进行土地变更以及拨用的新办事业中 也期盼县政府能够跨局处协助相关业务的家属办理 由于土地取得不易 让该计划的新办事业流程缓慢 在会刊之后也希望可以顺利解决地幕使用的问题 那在这块土地上面呢是部落需求 他们是想要在这个地方盖自己所谓的跳舞场 他们部落的跳舞场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农牧用地 所以它必须要做新办事业计划书 可是呢这个流程已经走得太久了 经过两次三次的会刊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 那所以我们今天才来这里再做一个限定会刊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更大的进展 那我们现在呢也希望说地震处还有我们原民处呢 能够大力的协助在六月中的时候呢 能够如期的完成这个移波的程序 那移波之后呢 我们公所呢就会进行这个土地的整平 那么未来呢 县政府到提报到中央的新办事业计划书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中央立法委员呢 也能够一起来协助这块越美跳舞场 而越美部落聚会所目前遭遇到的土地播交问题 还必须跨局处来进行协调 部落文件站以及原家中心的设施 以及经费的挹注在考察过程当中 也深入了解各个单位的需求 才能够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 原来我们都是一家人 记者林杰 寿风万荣 综合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